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佛法界有一句话叫佛光普照 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拥有着我们的佛光 所以大家汇聚在一起就是普照 那么就是佛光普照 观世音菩萨慈悲众生 那么在我还没有来到新加坡之前呢 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说 菩萨你能不能给我们这次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讲几句话 你们想想看观世音菩萨讲不讲啊 想不想听啊 很不气啊 笑容没讲现在讲 每一场都留一点东西 那个菩萨呢 说了八句话 四个字一句 当时是这么讲的 叫观世音菩萨就是跟我讲 就是完全用那种 就是信息跟我讲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它的形象 信息是这样讲的 新马慈好 新马慈好 新加坡马来西亚慈好 普度有缘 学博学德 以德无人 观世音菩萨非常自卑 你们不知道后面这个八个字的意思 但是台长听了就流泪 你们知道 现在的人 非常非常的难弄 我用现代话讲 现在的人 你要劝他都劝不行 连爸爸的话 妈妈的话 他都不听 现在的孩子多难弄 大家说说看 对不对 很难教育啊 对不对啊 但是我们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跟我讲 要学博 要学什么呢 很多人说 学佛 学法啦 学佛 要学这个 学那个啦 实际上是学什么 学佛 要学菩萨的德 大家知道吗 现在人 缺少的是什么 缺少的是道德 如果每个人都有道德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 那就是 那就是 佛光普照 新加坡为什么这么干净 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不吐痰 因为大家都爱护绿化 因为每一个人 尊尊纪守法 所以他 有德事 对不对 所以 我们中国人讲句话 这个人缺德 对不对 就是说 这个人 学佛的信心 不够 所以 大家要明白 学菩萨 要学菩萨的德 然后呢 要 以德 菩人 就是说 我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要以自己的道德 来让 来让人家 来相信你 来尊敬你 来跟着你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一定要以身作折 观世音菩萨 这句话就说 你们每一个人 学心灵法门 你们要去度人的话 你们本身就要有道德 本身就要有德行 本身就是菩萨 你们才能度人啊 以德 无人啊 不是 像刚才下午 有一个女士 说 她教育这么多的小男孩 骂他们 讲他们 表面上不想 背后要骂她的 所以做人最好 以德 无人 接下去 四句话 是众生 伐喜 大家说我们今天 伐喜不伐喜 众生 伐喜 常怀 慈悲 把慈悲 经常 放在 怀里 所以 很多人 就会 越来越 慈悲 最后八个字是 性 命 双 修 就是本性 和我们现在 做人的命运 双 修 又要修你的本性 又要修你 现在做人的良心 性 命 双 修 佛 回 故 礼 关心 把我们全部称为佛呀 你们鼓掌 你们男为人 放一脚 听得懂吗 把你们全部称为佛呀 佛 回到 故里 就是 佛 就回到佛的家 大家听得懂吗 现在 该鼓掌 所以 关心 菩萨 很关心 我们每一个 信众 很关心 我们每一个 人间的 未来佛 台长称你们为 人间的 未来佛 因为 不知道 谁 到走的时候 都修成了 那么你们不就是佛吗 对不对 所以 修成了 就是佛 再把这几句话 完整地说一下 关心 菩萨 说 心 嘛 那关心 菩萨 跟我讲话的声音 不是像我刚才的声音 我现在把那个 关心 菩萨 声音 很柔和 就是声音 有回荡 我在讲给你们听 让你们感觉 感觉 就像妈妈 跟孩子 讲的一样 很好听 他绝对不会像 台长 看他 这么硬 你们看过 那个西游记 吧 电影里 关心菩萨 就是 土耳 要回来 就是这种感觉 是关心 菩萨 讲的 我把这个音 一转 你们就知道 不是罗太长了 是关心 好 心马 此行 普度 有缘 学佛 学德 以德 福人 众生 发喜 常怀 慈悲 性命 双修 佛 佛 回 故 雷 一样 听着吗 掉一位 大家听到刚才 最后一位 我们的信众 他 讲到 关心菩萨 他在流泪 真的 关心菩萨 真的是我们的母亲 你们记住 你们今天 所有在这里的人 菩萨 我已经求过 关心菩萨 关心菩萨 都给你们 驾驶过 你们有没有感觉 所以 大家要记住 我们做人 在业力 现前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很多业障 这些业障 现前就是来到了 我们的面前 我们 首先要 灭掉 恶业 大家听得懂吗 首先要把自己 心中的恶业 灭掉 所以今天 有一个人 就问我 卢台长 我为什么会 生恶病 你知道你 为什么会 生恶病 你就是 恶心 恶业太重 所以 灭掉恶业 事为 首当其冲 你们要记住 所以 念小房子 就是灭掉你们 过去的恶业 听得懂吗 然后 才能 修好 心 否则 业力 乱串 你们知道 什么叫 业力乱串吗 就是说 这个恶业来的时候 他像火星 流星 一样乱串 一个人 你们刚刚听 那位女士讲的时候 家里 这个过世了 家里 生这个病了 马上又出了 那个事情 又出了那个事情 这就是 业力乱串 这个时候呢 哪有 乱心 能修正 你们想想看 当一个人 心乱的时候 经不下来的时候 他能证吗 他人是 证不出来 静都静不下来 人是证不出来 所以 犹如 这里病痛 那里病痛 浑身是病痛 这个人 怎么能静得下来 大家明白吗 所以 我们不灭掉 自己身上的业 我们只能 就随着 我们不好的习性 就是我们很多的毛病 永远的 继续的 轮回下去 就是说 我们不能 让自己身上的毛病 来延续下去 你们知道 一个人的毛病 如果不改 一直会延续下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 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一个小小的事情当中 就可以看到 这个人的实现 台长在来新加坡之前 看了一份报纸 这个报纸呢 是讲的 在上海 有一个公园里面 有一个雕塑的像 这个雕塑像呢 是母子 一个雕塑 一个妈妈 很慈悲地牵着这个孩子 在往前走 很开心的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 结果在公园里放了这个雕塑 没几天呢 那个儿子找不到了 就剩妈妈一个人 结果那个记者 居然还在这件文章上 写了什么 你知道吗 他写了 孩子找不到 记者说了 母亲 倍感孤独 想想看 现在的人 连雕塑 他们会掐掉 有安全 你想想看 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人的习惯 人的恶习 所以大家要记住 我们活在人间 就是梦一场 我们现在在人间 不就是像做梦一样 你们昨天还在另外一个地方 今天在这里 不像做梦吗 你们昨天还没有看见台场 你们今天看见台场 你们昨天 还在身受着病痛的苦中 你们今天找到了 伟大的慈母 观世音菩萨 可以慈悲救度你们 这难道不是像做梦一样 梦再怎么欢恒 它再怎么样恐惧 它最终就有结束的一幕 所以做梦 这个梦我们不要去修 我们要修是永远的 永远的好梦 那就是我们的灵性 就像以后死了之后 永远这个梦就不会再醒过来 如果我们在做噩梦的时候 我们可以醒过来 哎呀这是噩梦 但是你要是做了一个恶人 你这个灵性就是这个梦 就永远不会醒的 如果你做了一个善良的梦 好梦你在天上 你特别开心 这个梦你修得好 你永远也不会醒的 你就永远在天上 所以大家要记住 我们穷远落幕 一辈子在人间我们穷也会落幕 富远落幕 乐翻天是空的 我们在人间开心的 混得了 哎呀有钱了 有名了 有利了 有房子了 乐翻天 它是空的 最后都带不走 所以仇到底也是空的 犹如草上的露水 瓦上的霜 不会长 都不会久长 所以世界的脉象 所有你们看见的 所有的景象 都是无常所控制的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好 也是由无常控制的 因为你今天的好 并不代表你明天好 你今天不好 并不代表你明天不好 所以我们要记住 没有什么孤独和寂寞 也没有什么痛心和疾苦 离合得失 就如同一串大小的幻象 是什么意思啊 就像吹出去的泡泡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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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看着在太阳底下 五颜六色 精彩 分成 但是一会儿功夫 全部灭掉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今天下午 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人生出来 就是一个悲剧 因为当你知道 你们看一个悲剧的时候 很多我们人都知道 中国有一个剧 叫梁山伯一 住英台 对不对 那么很多人还是很喜欢看梁山伯 住英台 但是他们坐在那里看的时候 他们已经知道了 结局是很悲惨 对不对 我们人从生出来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结局是悲惨 所以不要去孤独 明白吗 大家想一想 人很多人说我很孤独 你想一想 你出生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孤独的到了人间呢 一个人来的 你死的时候 谁会陪你一起去死啊 你也是孤独的 一个人走了 所以有什么觉得寂寞的 有什么觉得孤独的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人来 一个人走 我们要潇洒走一回 但是我们带着佛心回去 我们能上天 那就更不孤独 我们得到的永久的快乐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要记住 要丢掉幻想 实修实行 然后你才能得四五亮星 所以学伯 得了四五亮星之后 你会得到人生的大圆满 大家听得懂吗 一定要得到大圆满 还想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 我们学伯 做人都是这个道理 我们有时候 明明是好的东西 我们丢弃 明明是不好的东西 我们把它保留 因为我们不知道因果 因为我们不知道好坏 有一位商人 他买了一个洋房 后面有个花园 他一搬进去之后 他很开心 他就拿个割草机 把所有的杂草 全部割完了 割完了之后呢 他觉得改种自己的花 他觉得心里很开心 他非常开心 那么有一天的老房东 回来跟他聊天 看见了他把这么好的花种 全部割掉 老房东跟他说 你怎么把这么名贵的牡丹花 你把我割掉了呢 商人这个才知道 哦 他居然把牡丹花 都割掉了 十年后 他又换了一幢房子 虽然院子里很杂 他按兵不动 他也不动 他也不割草 然后冬天以为是杂树的植物 慢慢的呢 春天开了繁花 半年之后呢 都没有动静的小树 秋天居然红了叶 所以直到木秋 就是秋天了 他才认清 哪些是杂草 哪些是好的花 这个时候 他才大力的铲除 保护了所有的珍贵的花草 所以 大家记住 珍木 就是珍贵的花草树木 不可能一年到头都会开花 我讲话都有意思的 你们好好想象你的生活 珍贵的树木 不一定一年到头都在开花 只有经过长期的观察 才认识出 人才不是一天两天能够看出来的 好人也不是一天两天能看出来的 有佛缘 也不是因为他不信 就是没有佛缘 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考察 有的人没有佛缘 并不代表他今后将来没有佛缘 所以我们在度人的时候 我们要看清楚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要看清楚 他有佛缘还是没有佛缘 真正有佛缘的人 他经得起考验 所以学佛的人就要经得起考验 那本身就具有佛缘 我们做人 台长经常跟人家说 不要嫌这个人不好 嫌那个人不好 因为你把正确的道理 分得太轻了 实际上你这个人已经进入执着当中 你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说这是对的 这是错的 你整天觉得这个世界上 这个对的 那个错的 那个错的 这个对的 实际上你已经进入了 我们说麻烦当中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对错 因缘很重要 所以大家要懂得因缘 那么台长给大家结缘非常精彩的东西 四组 四组是道姓 他与三组 他与三组 曾灿 有一段对话 因为晚上呢 就是我有学佛的人 中午呢 会有很多人来学佛 他们来听的 所以台长就都讲得很深 晚上呢 他就是学佛的 台长跟大家说明了 讲点哲理的东西 那么道姓就问了 问曾灿 什么是佛心 那么曾灿就跟他说了 你现在是什么心呢 他问他 什么是佛心呢 师父 你现在是什么心 我现在没有什么心 连你都没有心 佛又怎么会有心呢 大家听得懂吗 学佛的人要无心 无心是什么 无心是福 无心是德 无心是功 无心是德 但是你们很多人听不懂 什么叫无心啊 我们做任何事情 不要把自己 这个不好的心放上去 讲的无心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今天对你很好 我希望得到你的回报 这叫有心 听得懂吧 有一个人捐了一点钱 捐了两千块钱 然后呢 写了 我要做无名布施 无名布施功德很大 然后呢 报纸上就登出来了 两千块钱 后面写的 无名士 他开心啊 然后有朋友到他家来了 他拿起报纸 你知道吗 两千块 无名士 那就是我呀 我做无名布施啊 你们想想看 有心了吧 所以把自己的心放下 无心 现在人家骂你 你如果有心 你就听见了 人家说这个人在骂他 这个人骂谁 你听听见了 哎呦在骂我 我不开心了 你因为有心 你惹事了吧 对不对 你无心 人家骂谁啊 没人骂你啊 人家骂你 你都不知道 为什么 不是骂我 因为我没有做错事情 有无心 所以再回想一下 什么是佛心 问他 你现在是什么心 我现在没有什么心啊 我现在没有什么心啊 连你都没有心 那佛还有什么心啊 大家听得懂吗 什么都忘却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过去不可得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忘记了 我们变成无心 结果 道姓又说了一句话 但愿师父能指一条 解脱之道 解脱法门 结果 这个 郑灿就跟他说了 你想求解脱之道 谁绑住了你啊 就问他 谁绑住了你啊 结果 那个道姓就说了 没人绑住我啊 没有人绑住我 没有人绑住你 你为何还要求解脱呢 你看 听不懂了吧 很深的佛理啊 晚上把你们都当菩萨了 稍微讲几句 深一点的 都没反应了 看来你们只能听 白化佛法 所以卢灿讲 为什么受欢迎 因为我讲的是 白化佛法 大家明白吗 所以 其实呢 意思就是说 师父在启发他 跟他讲 哎呀 我想求一条解脱法门啊 说谁绑你了 没有人绑你啊 没人绑你 你还要 为什么还要 从解脱啊 实际上 绑你不绑你 解脱不解脱 是你心里 绑住自己 所以 真正心里 能够解脱的人 他本来就没有绳子 这是卢太长讲的 所以 道姓一听之后 马上开悟 马上大悟 悟为心生啊 你们知道 一个人要明白 开悟 他马上 他马上 从心里 就会觉得 哎呀 懂道理了 你们很多人 跟台长学佛 学法也是这样的 开始时候 你们不明白 等到你们明白了之后 嗯 对对对 哎呀 我想明白了 原来老公 是这么对我 很简单的啊 因为老公 今天单位 单位里不开心呀 你不知道 他又不讲 他回来发脾气了 你还跟他吵 实际上 你明白了之后 啊 你怎么 不早点告诉我 你单位里不开心的啦 这个死人 还要骂一句 对不对啊 所以你自己不开悟 不知道 你还要骂人家 所以人真的是不开悟了 大家明白吗 所以 悟性之门要常开 什么意思啊 你要开悟的心啊 要常开 经常开开 明白了吗 台长呢 曾经呢 在给大家看图腾的时候呢 看见啊 看见有一个 有一个 很精彩的 台长今天 很精彩的东西 那么 当时呢 台长呢 是看出了这个听众啊 病灶 他的发病的 毛病的 根 根 根呢 还看见他家里的气场等等 所以这个呢 本来是那个在下午 很精彩的一个东西 我想给大家播放了 因为下午时间来不及了 我今天呢 晚上的 给大家听一下 很精彩 台长呢 就是很幽默啊 我很喜欢的 跟听众啊 你不要让他太紧张 他打进电话来着 录台长 都很紧张 我就让他不要太紧张 给大家听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 你好 你好台长 我就想 请问一下 一个66年的 马 要叫他注意啊 稍微偏胖一点了啊 哦 对对对 很准的是啊 我告诉你肠胃不太好 对对对对 还有两个胳膊 两个肩膀胳膊痠痛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胳膊痠痛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哎 打吞了孩子 哦 因为我就是再想问一下家里的气场怎么样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厨房里啊 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啊 吃了太多的 过去那种一条一条昏的东西啊 太多了 哦 那我明白了 很好 以前这个厨房里整天的 他们会吓一大帮的 嗯 对对对 我怎么这么准呢 我的天啊 麻烦了 还有准的呢 还要讲你两句吧 好好好 腿啊 经常发肿啊 脚啊 脚长啊 哦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哎 还有一个指甲长得特别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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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的 没有看到 哈哈哈哈 笑死你们了 哈哈哈哈 什么都看得到呢 爱熟悉悉了 你们在我面前都透明了 哈哈哈哈 跟你说 你自己要 你这个人哪 对人家好起来是偷心偷废的 跟人家闹得不欢得 把人家骂死哦 哎 哎 你好好念心听嘛 开开智慧 没了 台长有时候跟他们看到他们一些东西 那么有的时候呢 台长就看到了 我就多讲几句告诉他 有时候呢 我就少讲两句 因为要看这个人呢 如果他很容易接受你的话 那你多讲几句说明他能够承受 因为有的人呢 你讲了太多呢 他会怕的 所以有些时候台长跟他们讲的时候呢 就比较保留一点 所以呢 台长跟大家讲啊 我们一个人要大撤大悟 大撤大悟是什么呀 要彻底的开悟 就是说开悟是什么呢 有见悟和顿悟 顿悟是什么意思呢 哎呦 我明白了 这叫顿悟 见悟是什么 我每天明白一点道理 我每天明白一点道理 时间长了 你什么都想通了 这样明白 大家知道吗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生啊 这性格是非常扭曲的 所以我们现在人是要把自己扭曲的 生命和灵魂 要把它扭转过来 那就是不容易的 所以这是要拨正自己扭曲的人生架构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在追随一种 在世俗间的表面的一些 名誉和物质的东西 表面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 哎呀 他家房子大了 我家房子小了 实际上都是表面的 没有用的 你不知道他家房子大 他家草的比你多啊 对不对啊 你家房子小 你们家安居乐业啊 开开心心啊 对不对啊 很多人看见他种彩了 哎哟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气啊 种了几百万啊 过两天孩子被人绑架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 是祸是福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明白吗 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 佛家的一个东西 就是故事也是这样的 讲到祸福难免不知道 我们自己不知道 所以要经常探问我们生命的实相 我们到底来干什么呢 我们到底在这个人间来干什么的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给我们活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让我们在人间 潇洒 让你吃喝玩乐 想一想啊 没多少时间 真的 你们知道吗 中国的卫生部有一个消息 说中国一年死与车祸是十万人 十万人啊 但是你们没有听到更严重的一个消息 这是一个统计数字 你们网上可以看 中国一年死与各种病因的人 是一百万 加上车祸 一百万人啊 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在收人了 过去有这么多癌症吗 现在谁都怕 这里长个泡 马上跟医生不会癌症吧 谁都怕 我告诉你 叫痰癌射变 但是跟着台长学心灵法门的 我曾经教过你们一个方法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 如果你现在还没生癌症的话 你坚持每天 念四十九遍大悲众 我包你 不生癌症 开心了吧 话还没讲完呢 开心啊 那是对好人来讲的 听得懂吧 大家要明白啊 所以我们要颠覆自己根深蒂固的思想 就是说要彻底改变观念 过去我很牛 现在不牛 过去我很喜欢吹牛 我很喜欢做一些不因不好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再做这些不好的事情 我过去我是媳妇熬成婆 我过去被婆婆经常欺负 现在我做婆婆了 我不欺负你媳妇 我对不起我过去的婆婆 你就不要紧了 对不对啊 为什么呢 你欺负了之后 你感觉到你当时难受不难受 那你就不想想 现在的欺负难受不难受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观念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要废除人世间 无止境的争议和争吵 因为人在世界当中 他不会停掉争吵 你们听得懂吗 如果今天说 我跟你吵过之后 我夫妻我跟你吵过之后 我明天不吵了 那么我们今天台长支持你们 大吵一顿 问题明天还要吵啊 那就不要吵了 听得懂吗 无争无义 为什么 他无止境的了 他没有办法 你们知道 两亿战争打了几十年了 台长很小的时候 就看到个阿拉法特 头上包了一块毛巾 我小时候不懂 我说老包块毛巾 据说这块很珍贵的 我说毛巾 你想想看 包了块毛巾 那个时候就打 打到今天 停过没有啊 他们的小孩子生出来不上课的 从小就玩枪啊 他们说 怎么教育孩子的 你看 河的对面 就是杀死你爷爷 杀死你外公 杀死你爸爸的地方 你一定要去把他们全部杀光 你想想看 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所以我们不要在人间去争斗 因为争斗永远没有结果 只有善良 慈悲化解 才能让我们过得平平安安 现在很多人说平安是福 你们能够平安吗 你们现在平安都求不到 你哪来的福啊 很多人说你有福气 你平安吗 你天天家里有事情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 我们平安就是福气 所以大家要明白 人有什么能耐和自己的命运在逆流而行呢 我们人没有能力和命运做斗争 想想看我们受了多少苦 我们过去想自己好好的努力把自己的命改变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跟我说 我以后大起来要成为一个电影明星 因为他长得很好看 对不对啊 有的人说我大起来要怎么样 我们小时候每个人都有一腔抱负 想想看命运把我们摧残成什么样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变了 我们每一个人被人世间的烦恼折磨成什么样子 很多人折磨成头发花白 你们看看美国那个克林顿 选上去的时候欢天喜地 半年之后头发全部变白了 你想想看他承受多大的压力 所以一个人不要以为我能战胜很多的事情 实际上你是战胜不了的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去跟他去斗 所以我们要在心中建立一个城墙 这个是什么城墙 你们在这里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懂电脑吧 懂不懂啊 电脑里面有一所叫防火墙有没有啊 防火墙是什么啊 防病毒 病毒是什么啊 瘫症痴啊 你们的心不就是电脑吗 你们如果有这个软件 能够把瘫症痴全部挡出去 你们想想看 你们不就是个好电脑吗 听得懂吧 大家千万不要做386 台长最早玩电脑的时候 还很开心的386 后来升级的486 现在什么都没有6 现在全是越来越快 实际上要知道 现在发展的速度在天上地下同时都有 我们电台有一个秘书 他做错事情了 结果他被拉到地府去了 拉到地府去之后 台长没办法去救他 我不敢说这个人 因为说这个人在我们东方台也是很有名的秘书 我去救他 你知道我去救他 他开始的时候还被靠着 上了我的车自动脱掉了 没了 然后我开着车 我开着这个车在很暗的地方在开 前面两束光 你们听得懂吗 我在开到那个 开到检查 有个检查站的地方 就是像你们人间看到人一样 你们知道看见那个大头鬼看见吗 大头鬼就是 人家说就是地府的那些值班的人 头很大 人个子很矮 很好玩的 眼睛正样 然后啊 我就给了他一个 就是像一个通行证样的东西 你知道他拿什么东西给我验证的 拿一个东西在我上面滑了一下 Scan啊 Scan啊 你知道什么 扫描啊 地府啊 你们想听地府的事情 我讲给你们听 所以啊 他一Scan了之后啊 他就说放心 我车巴就开出去了 我就救了他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在人间有的东西下面都有 所以过去只烧西博 现在有人烧房子啊 烧西装啊 烧什么东西都有 对不对啊 就是这个道理 也是假的 听得懂吗 我今天只不过讲一点点地府的事情给你们听听 我以后还会讲更多的给你们听听 但是呢 我希望以后能多讲点天上的事情 吸引吸引你们 你们到过西方极乐世界吗 没有吧 你们到过很高很高的私生道吗 没有吧 你们知道天上的房子 漂亮吗 我告诉你 这个房子 金色 金色 漂亮的不得了 你们知道天上的房子 你们家里有没有 我现在考考你们 有没有厨房啊 没有 有没有啊 没有 没有是吧 错 我告诉你 天上的厨房是什么厨房 就是说 讲好这间房间是厨房 你脑子里一点知道这是厨房 但是呢 里边没有一样东西是厨房的用品的 不要烧的 你到了这个厨房里面 你只要脑子里想 我想吃 炒酸菇 听得懂吗 炒酸菇就出来了 所以天上比人间还要开心 我问你们 你们在梦中的时候 吃的时候像真的一样吧 对不对 有一个科学家在澳大利亚问我 陆台讲啊 你为什么看这个图腾这么快 在中国 你几秒钟就看见了 我们搞计算机 搞了这么多时间了 你至少要给我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的时间 我才能调到那里的档案出来 他跟我讲这些啊 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啊 我跟他说 好 我当场回答你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如果你现在想你妈妈 你想 你们现在在新加坡 你想你最中国的妈妈 想到了吗 形象出来了吗 两秒钟吧 听得懂了吗 就是这么快啊 所以你们以后跟台长一样 学佛学的精进 能有能量 有超人的能量 你什么事情一想就得到了 这个叫心想事成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法师 他们比我们聪明 他们来不及要上去呢 对不对啊 我们稀里糊涂的还不知道 要上哪去呢 对不对啊 因为你们知道天上真的好啊 那个琉璃玻璃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七宝石八宫的水啊 你们都没看见过啊 哎呀这个漂亮啊 你们没看见地板上啊 我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现在地板上 马路上石掌全部变成精子 谁会把石头捡回家 听得懂吧 太多了 不捡了 现在马路上掉了五分一分 谁会去捡呢 有没有人啊 有一个小孩子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要建立一个防火墙 这个防火墙就是戒 我们就是要戒掉自己身上的毛病 我们是人 我们要懂得 我们是圣人 我们整天要付出 我们要对人家好 就是圣人 我们如果做的人 整天想着占人家的便宜 那你就是小人 所以我们不做小人 要做圣人 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先 要对得自己的良心 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身体 我们要对得起自己所有的一切 那么这样 你才活得踏实 我们以后才能到天上去 因为天上 是好人圣人带的地方 大家想一个想看 如果你是个坏人 你只能到监狱 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圣人 你就能到 菩萨的天堂 看看时间 等大家 因为今天 这次呢 大家知道台长现在一到哪里 很多人呢 就会跟到哪里 还有很多人呢 因为家里的确 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希望台长给他加持一下 啊 台长呢 真的啊 也是 你辛苦 那么我呢 凡是我走进来的时候 我开法会 观世音菩萨 都在我身上 所以我尽量给你们握手 就是给点能量给你们 握过手的人呢 就非常开心 你们开心的是吧 台长呢 也受一点点小的痛苦 知道吗 为什么 你们握手就握手了 请女士们把指甲剪了短一点 把台长弄到片体平伤的 所以你们握手的时候 千万剪了短一点 你们把台长都抓伤了 听得懂吧 你们爱不爱不台长吧 谢谢你们啊 谢谢你们 好 我们 要 懂得 让自己在人间的瞬间 没有丝毫 丝毫 觉得在人间没有丝毫的丝心 大家知道吗 所以人呢 要少讲话 你看看很多法师 很多 哎呀 南无阿弥陀佛 对不对啊 他不讲话 有一个啊 有一对夫妻 都是在某一个庙里做义工的 那么夫妻两个人吵架了 吵架了之后呢 就跑去找一个大法师讲 哎呀 某某法师啊 你看我这个老婆啊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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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你看她不像修行人 讲了半天 这个法师说 嗯 你说的对 讲完了 他回去说 法师说我说的对啊 你这种人怎么怎么讲了半天 哎 这个太太啊 明天又跑去找法师 哎 法师啊 她怎么怎么的 都是她不好讲了半天 那法师说 嗯 你说的也对 那两个 那个太太回到家里 哎 法师说我也对啊 说你也对啊 好 两个人一起去找这个法师 哎 法师啊 你到底说说看 两个人讲了半天 到底谁对啊 这个法师说 你们两个讲的都对 因为在她心中没有对错的 大家听得懂吗 只有英国了 所以 我们做人 我们做人 一定要懂得 少讲话 多念心 有时候讲话 会讲出毛病出来 你们知道吗 来讲告诉你们 啊 有一个小孩子啊 一个小孩子 读书不用功 妈妈呢 就经常被她说 你好好用功啊 你不用功了 你看 就像你爸爸一样 没门话 找不到好工作 找不到好老婆 他一讲 讲完之后 接下来 他的儿子就说话了 妈妈 你终于说了一句真话了 你不是一个好老婆 所以讲话不要乱讲啊 所以跟你说 我们做人 不要犯口业啊 对不对啊 什么叫口业 你嘴巴讲错了 你就是口业啊 你做人不要乱讲话 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 讲话要生思熟虑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口业不能造 那么台长告诉你们 口业是怎么来的呢 是这个地方来的 听得懂吗 实际上我想问问你们看 人最大的毛病 最大的指挥部 做一个事情指挥部 你们告诉我 是大脑还是心 你们都对了 因为你一半人说心 一半人说大脑 你们告诉我是大脑还是心 大脑 听得懂吧 我讲给你们听啊 起心动念 念在哪里啊 在脑子 大家记住脑子先转了 脑子一转之后呢 心才动 听得懂吧 心动了之后 心本性先接受 接受之后呢 开始有边上的偏心 歪心 嫉妒心 贪嗔嗔痴的 嗔恨心 所有的心都会出来 这些心呢 就是在你本性的心的边上 那么很多人就会经常问一个问题 这个事情我能做吗 然后自己的本性就说了 缺德的 没有良心的不好做 但是呢 他的贪心又说了 有什么不好做了 我可以赚很多钱啊 不赚这些钱我难过 那个本性又说了 不能啊 作孽啊 这以后受报怎么办呢 那个贪心又说了 做什么孽啊 先用了再说了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 你念头出来之后 到了你的心里 你心 先要用本性 良心 就是我们佛家讲的佛心 用本性来化解它 过滤它 把边上的几个偏心 嫉妒心 憎恨心 贪心全部弄掉 那么你出来的 才叫正心 所以修心 不容易 修什么心啊 就是修掉你本性 外围的那些不好的心 大家听得懂啊 开心吗 所以啊 大家要明白啊 我们不能让心灵破碎 为什么 很多人说心灵破碎 就是我已经想通了 我已经不想活了 就像刚才那个发言的 他说我不想活了 你们知道吗 有些人真的很可怜啊 这个妈妈 你知道吗 现在爸爸妈妈都不敢生病啊 生病药费很贵啊 大家听得懂吗 药费很贵 付不起啊 那妈妈的说 你们不要给我治啊 不要给我治啊 孩子说 妈妈再为我们也治 那么妈妈真的是可怜的 躺在医院里 掉的盐水一天几万块钱 难过啊 对不对啊 你看母亲爱孩子 他们怎么爱的 看见孩子赚这点钱不容易 知道压不起自己 就趁孩子不在的时候 就把针啊 这是我听一个医生讲的 就把自己的针拔掉 晚上的时候 孩子藏在边上陪业的时候睡着了 妈妈就把针管拔掉 拔掉之后就这么走了 你们想想看 妈妈就是说怕孩子多花钱 想想看 我们对母亲好到几分 所以学博的人首先 要有孝顺父母的心 但是这个孝顺父母 看大爱还是小爱 我们爱千千万万的父母 我们才能爱到自己的父母 我们爱千千万万的众生 我们才能把自己 才算众生爱进去 所以观世音菩萨 爱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众生 所以观世音菩萨 才能成为佛的化身 才能成为慈悲的化身 你们大家想想看 地藏王菩萨说了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地狱空了吗 没有 就是因为地藏王菩萨 有这么大的愿力 他才成为菩萨 我们今天学佛 我们也要有愿力 我们要救度所有有缘众生 我们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要让学佛的人变满世界 我们要让世界上有苦有难的人 都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救度 难道我们这不是菩萨吗 我敢说今天坐在这里的就是菩萨 所以希望大家跟着台长好好地学 大家知道 因为我们很多的愚痴 我们埋怨自己说 哎呀我怎么这么没能力啊 怎么这样怎么这样 实际上并不是你没有能力 是你什么呢 因为是你自己不能掌握很多的尺度 是你心中的贪念 让你自己的人生遥遥欲坠 台长呢 最后呢 因为已经准备了 好像不给你们听了又有点对不起你们 所以呢 台长给你们听一个 我那看出啊 这个听众的丈夫啊 和过世母亲的样子 实际上刚才下午大家都看见了 那台长经常在广播里 我每天呢 就是你们所有的人啊 现在在这里啊 你们如果246打电话 拨到澳洲啊 这个电话号码 你们如果幸运的话 你们照样可以打到我 我就当场在广播里回答 每个星期246 5点到6点 但是时间跟你们这里不一样 是澳洲时间 我都在广播里回答的 好吧 我就把这个给你们听一下 这是我看他先生的毛病 还有他过世母亲所有的样子 而且我还说到发脾气啊 不忌口啊 喝酒啊 而且还说到 说到什么呢 看到你身上灵性的样子 是一个麻子 脾气很倔 好 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啊 喂 你好 我给问一下那个五十年的蛇 男的 他有血儿高 成就性 老梗 而且你嘴现在最近就是 有个人的嘴有点 喂 嘴都歪了 对 我看见了 眼睛都过出来了 对 不太好 我告诉你啊 把血儿高很长时间了 对对 心脏不好 经常发脾气 对对 我告诉你还有呢 吃东西不忌口 对对 吃太多了 对对对 还有吃宵夜 对对 他过去啊 有过喝酒的 对对 像喝酒出烟 现在都是不 对啊 我看得很清楚了 他那个 身上那肯定有灵性吧 有啊 有啊有啊 一个是老妈妈 那可能是因为是他妈 他妈脸上有麻子 看见了 麻子 主要是在眼睛下面这个部位多 对 左面眼睛下面脸上都是的 右面少一点 对 对 脾气特坏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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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台长呢 过去呢 就是说下午看一场 晚上呢 基本上就不给大家看图了 但是呢 这么多的人 都来找台长看 你想想看 啊 学菩萨 菩萨的心啊 很难过 看见大家有病啊 就像自己生病一样的 这叫通体大悲 所以台长今天已经到了新加坡了 我豁出去了 再给大家看 再给大家看 有什么办法 众生多呀 就得给大家看听 懂得呀 但是 補完掌之后 台长还要说句笑话 好 我跑到 接下来过几天到马来西亚开法会了 我在马来西亚又说 台长又活出去了 哈哈 其实救度众生 就是要时时刻刻 永远不要忘记众生 要大慈大悲 知道吗 台长最后跟大家说 人生其实就是想什么得什么 只不过你们没有抓到这个方法 你们知道吗 想什么得什么 实际上菩萨已经给你们了 你们大家想一想就是的 如果你好好的照着菩萨的这种理念 佛合理合法的去征照佛理佛法去做 你一定能想什么得什么 大家知道吗 我反过来告诉大家 你比方说让孩子好好读书 孩子一定能够考上好的学校 基本上都是这样 你好好的做菜 你做出好的菜 你好好的救人 你一定能救好的 把人家救好 对不对 用心来做 那么反过来说呢 你想烦恼 你也得烦恼 因为你想什么得什么 对不对啊 你越想烦恼 你越来越烦 所以要记住 我们要想好的 少想不好的 所以把烦恼抛开 把烦恼丢弃 我们会迎来更多的美好的 我们的心灵的春天 所以台长希望你们都做 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 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做 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 心灵法门在短短的两三年当中 已经将近有五百多万信众 以后会成几何数字的 那么就是你们这些人在救度众生 就是全世界的有缘众生 佛子 未来佛都在做这个工作 台长 我要替观世音菩萨 谢谢你们 我希望你们 要更加的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 因为这个就是活源 好的 好了 大家 要记住啊 我们 今天台长 跟大家呢 讲 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 过去呢 那就知道 台长要下去 下去呢 要 换个衣服 因为衣服全部湿透 但是呢 台长呢 看到这么多的众生在这里呢 台长呢 很开心 而且大家呢 跟台长感情这么好 气场已经接好了 我一下去呢 我断掉了 所以呢 现在台长呢 决定呢 清商不下火线 继续给大家看图灯 好不好 好 那么 跟大家 看完图灯之后呢 我会在当中啊 最好大家看图灯当中呢 能够问一些 比方说 玄学方面的问题 或者就是佛法方面的问题 或者一些 大家都听得很喜欢的问题 不要 我 我我 当然没办法 上来能够抽到号的人 都是我我我的 没办法 如果有一个人 能够问一个人家 或者比方说 台长啊 油灯啊 这个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放啦 或者 比方说这个 家里的门开了之后 听人家说 大门一开 那么就对着床不好的 或者像这种问题 台长也非常愿意回答 或者有一些人说 哎呀台长 刮风下雨 有时候对人间 会有 念经念佛 有没有影响啊 等等的一切 或者你们 如果能问出地府的事情 我也回答你们 啊 如果你们想 问到天上的事情 我一定帮你们上去看 你为什么 天上我愿意上去看 地下 不愿意上去 下去看 所以很多人 经常说我自杀的舅舅 露台长 你帮我看看好吗 我手都发抖了 你听得懂吗 如果说露台长 我昨天做梦做到观世音菩萨 好我帮你看 哇看的可开心呢 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告诉大家 要好的念头 来引导你好的思想 明白吗 你们只有在这个level里面 就是在你们比方说 我们是人 我们在人间解决不了人的问题的 我们只有菩萨来解决人的问题 就犹如我们是中学生 我们永远不会把每门功课 中学生都做完 我们只有到了大学生的水平 博士的水平 硕士的水平 我们才能把中学的科目做好 所以我们必须 在菩萨的这个境界 来改造我们人间的烦恼